钙是人体内含量最高的矿物质,缺钙导致的后果,不只是让你的骨头变得脆弱,更有腿脚痛、抽筋、驼背、失眠、内分泌失调等等一系列反应,使人变得弱不禁风。 四类常见食物,偷走你的钙。 一、盐分含量高的食物,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钙,如果摄入过多的盐内元素就会过多。 在人体里钙和钙是存在竞争关系的,如果摄入过多的钙就没有办法让钙有好的吸收,长时间吃过多的盐会导致低钙血症。 如果有缺钙的情况,在补钙的同时应该少吃一些盐分,保持清淡的饮食,像腌制食物等盐分含量高的食物,就应该远离餐桌。 二、浓茶。生活中很多人都有喝茶的习惯,但是尽量不要喝浓茶,喝一些清淡的茶是可以的。 浓茶当中有非常多的咖啡因,还有很多柔酸。 咖啡因有利尿的作用,能够加速钙的流失。 柔酸可以和钙结合,形成没有办法被人体吸收的大分子物质,这样钙就没有办法被好好吸收了。 如果原本没有缺钙的问题,经常喝浓茶,也会让自己缺钙。 三、碳酸饮料。碳酸饮料是很多人的心中最爱,不喝水也要把碳酸饮料喝上。 这种饮食习惯是不健康的,喝太多碳酸饮料,碳酸饮料当中的磷酸会促进钙的排出。 而且,碳酸饮料并不是健康的饮品,它的糖分含量也是很高的,对人的健康很不利。 四、咖啡。咖啡是很多上班族和学生党的最爱,但是不能喝太多,每天喝一杯就足够了。 咖啡当中含有咖啡因,咖啡因有利尿效果,能够促进钙的排出。 而且,咖啡当中含有草酸,草酸会和钙结合形成草酸钙,也是不利于补钙的。 如果一边想喝咖啡,一边又不愿意让钙流失,可以在咖啡当中加入一些牛奶。 七个坏习惯最容易让你缺钙,难怪怎么补都白搭。 一、吃得太咸,盐的咸味主要来自于那,那又与尿里排出来的钙关系很大。 据统计,每吃下六克盐,大约会丢掉四十至六十毫克钙。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居民盐摄入量为每天五克,但我国居民的摄入量远超这个推荐值。 而另一方面,人均每天四百毫克的钙摄入量,却只有推荐值八百毫克的一半。 摄入的钙少,而流失的钙又多,无论是入口还是出口都存在问题。 所以,少吃盐等于多补钙,这话是有几分道理的。 二、不爱吃蔬菜,绿叶蔬菜,特别是深绿色的蔬菜中,有些还有丰富的钙,同时还富含钾、鎂、维生素C等营养素,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。 所以,那些不爱吃蔬菜的人,可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,要慢慢习惯吃蔬菜。 具体可以尝试,菠菜、小白菜、油菜、菜苔、盖兰、芥菜、铜蒿、酒菜、西兰花、莴笋叶、油麦菜等等。 三、吃太多肉,很多人认为骨头汤、肉汤可以补钙,所以把饮食重点放在了荤菜上。 专家介绍,膳食中适量的蛋白质有助于钙的吸收,但当膳食中蛋白质过多,钙的吸收率反而会降低,而尿排泄钙增加,从而引起钙的缺乏。 所以,经常大鱼大肉的膳食习惯,容易阻碍钙的吸收,还会增加肥胖的风险。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的推荐,每天吃肉40至75克,也就是手掌大小的肉,就很足够了。 四、喝奶不够,牛奶和各种奶制品堪称天然钙库,每100毫升牛奶中, 钙含量超100毫克。 除此之外,牛奶还可以被制成不同口味的乳制品,乳制品不仅钙含量高,吸收也比较好。 如果喝牛奶感觉胃肠不舒服,可以选择每天喝酸奶300克。 冲泡奶粉同样也可以补钙,每天冲37.5克,约2至3次勺,奶粉就相当于喝了300毫升牛奶。 五、缺少运动,运动可以对骨骼进行刺激,从而促进骨骼对盖的吸收和利用。 因此,保持每天都运动的良好习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钙,每次运动的时间至少30分钟。 除了慢跑、太极拳、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,还可以适量选择举哑铃、扶墙俯卧撑、双膝着地爬行等运动方式。 六、结实减肥。 结实减肥会使身体对于钙质的摄入、吸收和存储受到打击,不仅影响体内脂肪的燃烧效率,还影响身体的营养均衡。 因此,不要用极端的节食方法来减肥。 减肥要管住嘴脉开腿,在减肥的途中,记得要及时补钙。 七、不喜欢晒太阳。 皮肤在阳光中子外线的照射下,可以自身合成维生素地,而维生素地可以帮助身体吸收和利用钙。 每天在阳光下活动二十分钟以上,以促进维生素地的合成,增进钙的吸收和利用。 专家提醒,需要注意是,晒太阳需要在阳光不那么强烈的早晨或者下午,不要在烈日炎炎的时候跑出去,不然维生素地没有补充到,可能还会晒伤或者中暑。 如何正确补钙? 钙对人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,缺钙会导致很多身体和心理的问题,比如骨质疏松,牙齿脱落,肌肉抽筋,神经衰弱等。 我们应该注意及时补充钙质,保持钙的平衡。 如何正确补钙呢? 食物补钙,食物是钙的最主要和最自然的来源,我们应该通过合理的饮食来满足钙的需求。 一般来说,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800至1000毫克的钙,而儿童、哺乳妻妇女、老年人等特殊人群则需要更多。 牛奶和奶制品,牛奶是最常见的钙源,每100毫升的牛奶含有120毫克的钙。 奶制品如酸奶、奶酪、奶油等也含有较高的钙。 牛奶和奶制品也含有较多的脂肪和胆固醇,所以要适量食用,不要过量。 豆类和豆制品,豆类是植物性钙的重要来源,每100克的黄豆含有200毫克的钙。 豆制品如豆腐、豆浆等也含有较多的钙。 豆类和豆制品也含有草酸和植酸等物质,会影响钙的吸收,所以要与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或蔬菜搭配食用,以提高钙的利用率。 鱼类和海产品是动物性钙的重要来源,每100克的虾皮含有1500毫克的钙。 鱼类和海产品中还含有较多的鳞、鎂等微量元素,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。 鱼类和海产品也含有较多的漂亮、胆固醇等物质,会增加尿酸和血脂的水平,所以要适量食用。 蔬菜和水果。蔬菜和水果是维生素C和其他抗氧化物质的重要来源,能够增强机体对钙的吸收和利用。 一些深绿色或紫红色的蔬菜如菠菜、芹菜、紫甘蓝等含有较多的钙。 一些甘果如杏仁、核桃、芝麻等也含有较多的钙。 蔬菜和水果也含有草酸和植酸等物质,会影响钙的吸收,所以要与富含动物性蛋白质或乳制品搭配食用,以提高钙的利用率。 药物补钙。如果食物补钙不能满足人体对钙的需求,或者已经出现了缺钙或骨质疏松等症状,就需要通过药物来补充钙质。 选择合适的钙剂。 市面上有多种钙剂,它们的吸收率和副作用不同。 一般来说,碳酸钙是最常用的钙剂,但是需要在胃酸较多的情况下才能被吸收,所以要在饭后服用。 乳酸钙和柠檬酸钙等有机酸钙则不受胃酸的影响,可以在任何时候服用,但是价格较高。 葡萄糖酸钙则是一种可溶性钙剂,可以直接溶于水中饮用,但是容易引起腹泻。 配合维生素地,维生素地是钙吸收的必要条件,如果缺乏维生素地,就会影响钙的利用。 在服用钙剂的同时,也要补充维生素地,或者选择含有维生素地的复合钙剂。 一般来说,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400-8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地。 分次服用 一次服用过多的钙剂,不仅不能增加钙的吸收,反而会增加钙的排泄和结石的风险。 在服用钙剂时,要分成二至三次,每次不超过500毫克,并且与饮食间隔一至两小时。 注意禁剂 服用钙剂时,要注意一些禁剂情况,比如肾功能不全,高血压,尿路结石等。 这些情况下,服用钙剂可能会加重病情或引起并发症。 在服用钙剂前,要咨询医生或药师,避免不必要的风险。 结语,钙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,它在人体中有多种重要的作用,如维持骨骼和牙齿的强度和密度,参与神经肌肉系统,血液凝固系统,内分泌系统,免疫系统等的调节。 缺钙会导致很多身体和心理的问题。 坏习惯会影响钙的吸收和利用,加速钙的排泄和流失。 为了改善这个问题,我们应该通过食物和药物来补充钙质,同时注意维生素D的摄入和阳光暴露。 在服用钙剂时,要注意选择合适的钙剂,配合维生素D,分次服用,注意禁忌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 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?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您的观看